一期連環報下午一口氣 新增29例的本土病例 其中的16例還跟萬華茶藝館有關聯性 加上昨天傳出和平醫院兩個確診 也要萬華地區是人心惶惶 台北市為了因應在萬華區設置4個篩檢鎮 不過到底誰符合公費的篩檢資格 CDC有了最新回應 它還是有一定的限制 那他比較適用於就是在發病 就是有症狀的發病的5天之內 那所以他對於如果沒有症狀去做篩檢的話 容易有偽陽性 用抗原快篩驗出陽性 事實上他還是需要這個再通報進來 做PCR在做這個核酸檢測 再驗一次 那這個抗原快篩驗了陰性之後 還是要通報由核酸檢測再驗一次 要做的話就要做兩次 現在這裡面都是在一個擴大篩檢的情形 只要你覺得有需要 那就可以去篩檢 那都是公費 一般來說自費篩檢部分是5000元 快篩部分則是7000塊 現在有公費支出 柯文哲也呼籲察覺不對勁 就趕快來篩檢 如果沒有症狀的 也不要來浪費醫療資源 如今非常時期 非常手段 力度疫情破口